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日本的规则输了一幕 也就是在英识规则里最小的差距输给了曹俊轩 最后痛失英识杯的冠军 这盘棋自始至终都是争夺很激烈的 在接近这盘棋结束的时候 官子阶段的时候白棋已经取得了优势 可是这时候呢 就是我一到新加坡之后呢 就还没到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得了感冒 正好这个两盘比赛 第四盘第五盘呢 都是在下午的时候发烧 在我这个优势 两盘棋优势的情况下 到最后呢都产生了这个极大的失误 因为这个发烧的缘故吧 最后呢输了一点 下面呢我们就把这盘棋的官子 我跟刘宏以合法的官子跟大家介绍一下 反省一下当时这棋为什么输了 刚刚走到第一白手 白棋一顶 这棋已经基本上都定型了 黑棋占据了中央的肚皮 而白棋呢 占据了边角的空 虽然不大 但是呢也是相当多的吧 特别是呢 这个地方将它一搭 这个人就吃掉了 另外呢 这个地方呢 一鼓呢还有个打结 总之呢 这个棋呢 现在是细棋 黑棋为了顽强的征官子呢 立下来 本来普通呢 尝尝 可是现在呢 顽强的征官子要求这个大飞 这个大飞和这个 没有大飞 差九目 黑棋差了两目 白棋差了七目 所以是九目 而黑棋差了三目 白棋差了六目 六目 十九目 这个啊 黑棋立下来 那么白棋 胡这个 但是 这截很重 这截很重 如果黑棋打赢的话 一接 白棋还得将后手接这个 这个段 这两个还在嘴里 所以这个就白棋要争取打赢 白棋找一个挂 如果不理的话 这个冲出来也是不得了 黑棋中央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黑棋硬着 白棋 现在我冲下来要吃它了 所以 黑棋 毒涨 毒涨 现在白棋呢 有一部好手 说明这时候呢 还没发烧 斑翻 古兔这个斑的话 黑棋是能够斑的 或者是 它可以断 这两个里的选择一个 它现在如果搬这个的话 那么正好这个时候打一次 黑棋连截都不能踢 假如踢截就惨不忍住了 那么 白棋叫吃 黑棋朝接上吗 白棋再叫吃 沾上 白棋一沾 这四个就是死掉 所以这白棋呢 给黑棋还安了一个小小的圈套 当然曹云璇不会送这种圈套了 黑棋提接 白棋 尝 下面就要 飞下来吃它 这一飞下来这两个字就死了 所以 进 冲 挡 断 断 叫吃 现在这个 大家对于这个断是很好的时机 如果以后的断呢 它可能就在这 就是这边如果被它断下来的话 这个断就可能在 那就 全死在里头了 现在断呢 它如果走在这 那么白棋先是打得多 便宜很多 如果黑棋 现在是如果走在这 然后白棋接着打吃 黑棋如果提 然后白棋就提这边 提完这个提这边又是先手 就全都连上来了 在黑棋受不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白棋巧妙地打一吃 黑棋只好接上 实际上这个回合 到现在里面白棋又得分了 就好像 本来是平手嘛 现在一得分之后呢 就白棋领先了 然后白棋 下 黑棋 黑棋 断吃 黑棋这个断吃的话 白棋不能接了 现在黑棋可以打 对 假如断 黑棋冲吃 白棋就死掉了 所以这个地方 多少白棋可能有些 看误误误 看臭 虹猫这个棋应该 直接走在那 然后就要进去 台湖有白棋先手 是吧 现在白棋是走的 直接进去了 黑棋一吃 白棋再走 那么黑棋一飞进来 就被吃掉了 非常遗憾 没有什么 进去 本来不会成这样的结果 那行政 这个地方 白棋又活退了 白棋又活退了 白棋一飞进去 嗯 嗯 从 飞 飞 好 好 白棋把这个吃掉 吃掉这个很大 不然黑棋跑回来 这个 这还有点薄啊 黑棋 把飞 这是收关子 现在普通的收关子 应该是白棋赢 两点到三点这样 或者说是 保守一点吧 也至少要赢一点吧 黑棋的大飞 白棋跳下来 黑棋冲 先很细腻的 先冲 白棋打 白棋冲 打上 他吃 这个时候呢 白棋呢 嗯 走了一步 爬 虽然这个棋就直接打吃住 提了 就这么牢牢走住 白棋也肯定必胜无疑 这个 由于这个地方 黑棋接不归 所以呢白棋就不用接 嗯 嗯 这儿因为被黑棋 被白棋占了点便宜 虽然这儿有吃亏一点 但终究呢 还是白棋 沾光 沾的比较大 也肯定赢了 现在呢白棋呢 在这个时候呢 没有走 先手走了这个 听这个棺子 这个呢 走了呢 也是赢棋 可是就这道题之后 我觉得我脑子出现了空白 刘鹏这个 现在回想起来 也是很 很痛苦啊 非常的难过 出现了 很糟糟很糟糕的事情 黑棋如果这么简单的硬 那么就回到刚才那样 白棋肯定输 呃黑棋肯定输了 那么曹云玄呢 胜负担任很强 他也觉得这样不行了 他来刺 大家注意看 这个刺并不是先手 如果黑棋断 白棋可以从那儿连回去 嗯 并且呢 由于它的断呢 白棋可以吃 黑棋提 白棋压 黑棋照接住 白棋接住 黑棋提 白棋再叫吃 接住 先手再连回来 所以这 这黑棋没有什么收获 而这个地方被白棋搬起来 黑棋根本就 没有跟白棋争胜负的余地 就是 大败之局 也就是说 白棋班队的 黑棋这么断 打吃完了 白棋 甚至于 都可以 不理他 把这个藏上来 这儿要 要弄他 还进来 这个 没有那天的大 这是甚至于 那么 或者说 就说这么一走 很安全 这个时候 出现了重大的失误 这是什么 没有 这个棋如果我 翻上来 也肯定赢了 结果呢 就是 以为一断开之后呢 我这个棋 还要做活 它可以进脚 实际上我会先手把它打回去 在这个时候 它一抖着 我硬了 这硬已经亏了两目 就亏了两目起 为什么说呢 黑棋再翻上来 我这个教师 提 我 本来是直接教师在这儿 现在我在这儿 这个 等于这个时候呢 我就退缩了一个 损了两目 白白损失两目 这个 自个儿少了一目 而且这个还提不起来 那么 就在无意之中 这个胜负的这个天平就扭转 扭转了 本来应该白棋赢了 现在应该黑棋要赢了 这时候呢 还没有 这个 我脑筋呢 已经觉得 有点这个 失控了 像黑棋本来 直接可以打吃住了 为什么现在已经不能打吃在这儿 我特别后悔 就出现了这个 比较昏的时候 人昏的时候 就出现了意外了 现在 实际上这个棋呢 我现在冷静下来下呢 还是很这个接近的 并不是说是肯定就要输 可惜呢 底下挤到之后呢 又出了问题 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出了一个问题 当然是要把这两个接回来 这是先手 这个是 吃掉本身呢 它登长五目 我少掉三目 本身是八目起 而最主要是先手 我这个脚 不安定 因为我要围这边的空嘛 那边不安定 那么我现在去走什么呢 去拐着 吃这个一个字 这一个字 吃起来呢 实际上只有 一二三四目起 如果它从这边处 处在那儿 黑棋这个冲 打吃 挡的话 那这个只有三目 就是吃掉三目 跟那个八目交换 这个时候 我彻底的发现 这个时候我的水瓶 恐怕 跟刘宏夏也要输了 最简单的算数都算过来 吃这一个字 跟这两个字 哪个大小 都有 没有计算清楚的话 这个 人称我是九段 我也很羞愧 这个是不是有九段的事情 这关系呢 由于这个地方的 关系 和这个地方的关系 已经 胜负翻盘了 这个时候白棋已经 南鱼 南鱼那个 在想取胜已经很困难了 那么就是说什么呢 这盘棋 从这个 从这个 开始到的 一直辛辛苦 努力了很长时间 结果就是 有个简单的 很简单的 像这一类的 本来直接打在这儿也赢了 或者说 这不硬他 搬上来那就赢得更多了 诶 什么都没走对 再后还要进行一个 很大 简单的大小的 比较弄错 这样呢 最后输了一点 嗯 是这个 英识杯 嗯 大家一直对我都非常关心啊 希望能 为中国 呃 围棋的 腾飞啊 做出点 那个努力来 希望能那个得冠 世界冠军 可是世界冠军 就在我手边的时候 让他滑掉 嗯 大家都一定很关心我 当时为什么这个感冒了 是因为我这个不懂英语 这个我们的呃 嗯 翻译告诉我这个机票是直接从呃 直接到新加坡 直飞新加坡 结果呢 他实际上在曼谷停了 我以为是到了新加坡 结果我就下来就出出去了 结果一看那个地方不对 不是新加坡 那我这个紧张了 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了 这时候呢 在找他那个机场的有关人吧 嗯 最后一联系 发现那个地方是曼谷 那我再赶紧回到飞机上 再重新进行安检 回到飞机上 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 飞机呢 马上就要起飞了 我那个急的满身全都是汗 也没注意 一上飞机 那个飞机的空调是很厉害的 他那个东南亚的飞机 这个这个空调也很厉害 在飞机上一吹啊 没注意 结果一下是感冒了 结果感冒之后 到了新加坡之后 比赛那两天正好重 才会出现刚才 类似刚才这样的惨剧 如果没有感冒的话 我想这个是不会出这样两盘棋的 结果在2比1领先的大好形势下 由于刚才这几种很简单的失误 把这个英识杯的冠军呢 拱手让人了 这个教训对我来讲呢 也是非常深刻的 这个 这次的失败也可以说是 呃 属于人家讲的刻骨铭心啊 确实是非常的 对我来讲的 打击很大 呃 后来呢 英识杯 由于其他原因 我们第二季也没参加 那么我希望能有以后的机会 再有机会 呃 呃 在英识杯中呢 我在 充分的发挥水平吧 争取能 呃 再一次 呃 冲击世界冠军吧 这段期就向大家介绍到这 我来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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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